欢迎收看给你点上新灯 今天我们节目就继续来看 连身法王美东行 在2011年10月9日晚上 纽约皇后区的金币大酒楼 举办了华光随求慈善感恩宴 连身法王传授大随求菩萨法 我们就继续来听连身法王的宝贵开始 今天你遇到什么事情 你都是善的 人家讲你什么都说很好 人家批评你什么都是善 就算你遇到的行 行法 受行 也是善 南无不大量 我们今天讲的是慈善 今天讲的都是善 任何一个环境在我们来讲起来 在修行人讲起来 都是善的 都不是可怕的 我跟大家讲一个 这个 这个可怕的事情 可怕的事 这个警察局的电话响起来 一个警官拿起听筒 还没来得及说你好 就听到电话里面大叫 救命啊救命 警官就安慰他 别急 小姐 你慢慢说出了什么事 电话里面就讲 有一只猫啊从窗口进来 赶快来救我 这个警官就讲 猫啊 猫没有什么可怕的 猫有什么可怕的呢 电话里面讲 猫很可怕 快来救救我 警官无可奈何的说 小姐 你听我说 猫真的没有什么可怕 你到底是谁啊 电话里面回答 我是鹦鹉啊 鹦鹉怕猫 老鼠也怕你 老鼠也怕你 那刚刚呢 这个 这个 我的女儿 这个圣言路反帝行的总裁 努佛卿 他的英文很好 我也很喜欢我的英文能够讲得很好 可惜 我小时候不是很老实 我英文考试作弊 经常作弊 所以现在英文不好 应该忏悔 那我不答 应该忏悔 谈到猫 我就想到一个 我知道的一个笑话 就是有一只老鼠带着几只小猫出来 出来以后 在中医 有一只猫来 这个小老鼠都很怕 这个猫的妈妈 就跟那边小老鼠讲 不要怕 不要怕 这个猫 母猫 既然发出 这个狗叫的声音 哼 哼哼哼哼 这样子狗叫的声音 那老鼠听到 它就跑了 不是老鼠听到 是猫听到 它就跑了 这个母猫 就跟小猫讲 你知道吗 Secondagogy 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邪问 我没有写好 这是我的过失 当年我读大学的时候 不老考试作弊 英文考试作弊 所以现在 Secondagogy English 我始终 是蔡英文 英文 is very poor 是真的蔡英文 这个是我的过失 这个不是善 考试作弊 是不善 应该知道 我那时候 我那时候是因为 我根本没有想到 我会移民美国三十年 也不想到美国来 所以我就是不想读英文 然后占作一股狭义的骨气 我不读就不读 现在你看 我碰到的这个外国人 外国人只会讲 我碰到的这个外国人只会讲 这样子 说3Q 讲一些客套话 到 restaurant 可以order 这个到 Airport 可以check in 这个 go anyway I can go anyway go to restaurant can order food and go to the shopping center can buy the something and I I drive the car I can drive 食衣住行 还妈妈的 你真正的演讲 你真正的演讲 你就不行 talk english 你就不行 你讲广东话 就是会讲 讲 你好 大家好 tonight的dinner is very nice 豪室 跟人家讲 是谁在哪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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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碰到马来西亚就讲 马来西亚就讲 马干纳西 sala ma ma sala ma ma sala ma ma 这一种邪问是什么 佛教里面叫做 生命 生命 又叫做 因名 因名 也就是speak 你能够知道很多的发音 然后我教大家念一个咒 オム・ア・ホム・ペ・ザ・クル・ペ・マ・シ・ティ・ホ・シェ オム・イ・シ・チョ・ガ・マン・ダ・ワ・ソ・ハ 这是我后面加上去的 莲花生大士的咒 オム・ア・ホム・ペ・ザ・クル・ペ・マ・シ・ティ・ホ・シェ オム・イ・シ・チョ・ガ・マン・ダ・ワ・ソ・ハ 为什么你要加这个咒 因为莲花生大士的出现 跟他的两个明灰、妃子 就是イ・シ・チョ・ガ・マン・ダ・ワ・ 你只要称呼 你今天要持咒 大水球菩薩的咒 大水球菩薩的咒 你一定要念一百零八遍 要截八个手印 然后你记得最后一个手印 要摩擦三下 然后翻转拍掌 再翻转回来 要记得这样子的做法 师尊教大家 这个大水球菩薩法 是希望你能够随心所意地求 能够让大家如意圆满 如意圆满了以后 再进一步到那无求 最后是无所缺 你就会成功 你的修行就会成功 谢谢 各位观众 台湾华光功德会 将在5月20日 在台湾雷藏寺 举办盛大的活动 联申法王将亲自参加 欢迎您当天和府立临 详情请殿 049-2312-992 各位观众 请您珍惜联申法王 在台湾雷藏寺 所主持的护魔法会 从下周开始 护魔主尊友莲花童子 真佛大感应 真佛大传承 请您把握参加 详情请殿 台湾雷藏寺 049-2312-992 卢盛宴文集 感谢您的护持 最新著作 物境一点通 即将推出 详情请殿 049-2312-992 我们修行 最重要的密教有三个重点 一个是出离心 一个是菩提心 一个是终观正见 其中的菩提心 就是慈善 你一定要 走你的正道 不要有所偏意 有偏难 就变成旁门走道 那么我也讲过 很多的旁门走道 希望大家能够守住你自己的菩提心 走的是正道 一望减少 越来越少 一直到无求 再到无所求 先是有求 那是菩萨本身的慈悲 菩萨本身的慈善 他给众生很大的慈善 很大的力量 希望你们 希望你们能够因为求得满足了以后 到了修行的阶段 就能够少益知足 能够得到真正的安乐 到了无所求的时候 你自然什么都可以得到 最重要的你可以得到 你希望你要往生到马哈双联池 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 你能够走得到 今天晚上在这里 我要感谢金刚雷仗师 他本身的安排 还有美东区的所有的分堂 他们的义工 还有他们能够让大家聚集在这么好的地方 能够得到这个菩萨的加持 大水球菩萨的灌顶 种种 美东区的同盟 也很难得聚在一起 师尊看到大家 心生欢喜 希望你们得到这个大水球菩萨的灌顶以后呢 每一个人都能够心想自成 每一个人都能够如意 增加你们的财富 增加你们的智慧 家庭能够敬爱严满 所有的病业 很重的病就能够减轻 很轻的病呢 能够在大水球菩萨的灌顶之下得到解足 你们的祖先 你们的祖先在大水球菩萨的加持之下 能够得到超生 你们的祖先在大水球菩萨的灌顶之下 你们现在如果有灾难的 有关施的 希望都能够严满的解决 那么你心里翻喜呀 师尊心中也为你们翻喜 我今天来这里 能够给大家做大水球菩萨的灌顶 就是希望你们心中所求的 全部都严满 祈愿大水球菩萨 听见我们所求的声音 让我们生活中的弟子 都能够解除他本身的困难 灾难全部退上 我们求大水球菩萨 希望他能够示福给我们 让我们所求的全部严满 谢谢大家 我感谢大家 做一下大随求的索印给大家看 这是随求第一印 随求第一印 随求第二印 随求第三印 随求第四印 随求第五印 随求第六印 随求第七印 随求第八印 摩擦三项 一二三 还是回复原来的随求根本印 随求根本印 随求根本印 第六印 第七印 第八印 第二次做的才是正确的八个所印的瞬息 第一次做的时候所印有所颠倒 这个第六印跟第七印刚好颠倒 所以第二次做的才是正确 所以第二次做的才是正确 做这八个手印 摩擦三下 大随求就是这样的 还要持他的咒 你们所求都能够主愿 今天晚上谢谢大家 这是联身法王卢盛燕在纽约做大随求菩萨的传法开示 在当天也为新人福正 同时有非常幽默的建议 那么现在问你们两位 你们是不是真正的要结婚呢 是吗 外面的声音太吵了 他是不是每个人都要结婚啊 只有一对新人啊 只有一对新人啊 那么现在是这样子 我们在这个临时的堂城 他本身有阿弥陀佛 有莲花童子 还有大随求菩萨 在这里有三宝 有所有的上师 法师 教授师 讲师 助教 堂主 另外所有的同盟 我们都在这里给你做尊贵的证明 我现在再问一遍 因为刚才很多人喊事 我以为大家要结婚啊 我也以为大家要结婚啊 那么现在再问你们 你们是不是要真正的结婚呢 能够永绝同心 永绝爱佛 早生跪着 这个敬爱也满 不过啊 我抽出第一章啊 这里面有一个教授问 学生 什么是乐观主义者 跟悲观主义者 这个学生回答 乐观主义者就是那些想结婚的男人 悲观主义者就是那些已经结了婚的男人 我建议你们在这个 在这里扶赠完了以后 可以去潜水结婚 潜水 你会不会潜水啊 不会 不会 那应该要学习潜水 潜水是最好的结婚方式 为什么呢 因为可以提醒新人 从这一刻开始 要学会忍气吞声 今天也是这么巧啊 哇 第一章的笑话就是这个 这好像在抽签啊 一抽 就刚好 谈到你们结婚的事 那潜水结婚 既然不敢在大海里面潜水 那就在游泳池里面潜水 也是可以 潜水结婚有一个好处啊 刚刚已经讲了 要避气 要避气 要不出声 这个婚姻才是久久延远 所以 忍气吞声呢 以后呢 这个敬爱 就会非常的严满 如果不忍气吞声呢 将来你们结婚以后 有了小孩 小孩就做沙民 那你们大人呢 就一起出家 不过在谈诚之前啊 这个佛菩萨佛光 加持你们 你们将是一对 最好的 最相敬爱的 佛法嘉宾 这是连生法王在纽约 为新人福政 同时传授大随求菩萨法 这是非常珍贵难得的法源 大随求菩萨法 我们会在下一集 继续为您播出台湾雷藏寺的 大随求菩萨法会